使着中美关于新疆棉花风波的角力愈演愈烈 一些不为人知的斗争细节也开始浮出水面 特别是关于新疆暗战情报战和间谍战 更是触目情心动人心魄 过去三十年以来 为了搅乱新疆祸害中国 美国中情局联邦调查局联手英国军情六处 对中国新疆地区实施了大量的针对性间谍活动 包括撤返新疆党政系统高层官员 收买海内外学者为其摇旗呐喊 煽动新疆地方访华排汉情绪 诱导海内外舆论关注新疆话题 制造新疆所能听闻的种族灭局话题 以美国之音和英国BBC为作为的舆论开路兴奋 来营造妖魔化中国新疆政策世界舆论氛围 培训疆独分子帮助疆独势力 积极渗透新疆社会的各个角落 这引发了中国社会强烈的反应 也引发了国际社会高度的关注 美国人对中国新疆的间谍式破坏 可以说处心积虑到达了无所不用其极的目 其用心之险恶手段之卑鄙行为之禅闻 真可谓是害人听闻令人发指 根据维基解密的透露 从1990年代开始 美国中情局直接或者间接插手的 大大小小的新疆骚乱事件累计1126次 撤凡新疆地方官员先后累计达到812分次 培训疆独势力 疆独分子和疆独头目 前后累计超过11万人 为疆独势力提供资金 先后累计达到23.56亿美元 美国针对中国间谍活动一个最主要的特点 就是通过不断的煽动中国的民族矛盾 特别是新疆维吾尔族与汉族之间的冲突 来实现它不可告人的目的 这个目的就是通过制造中国的内乱 来迟滞中国快速发展的势头 破坏中国良好的发展局面 几年来 美国中情局在新疆犯下了累累罪行 例如新疆巴蜀暴力案 4月30日乌鲁木齐火车南战案 5月22日乌鲁木齐暴战案等等 都有美国人的巨大黑手在挑拨 在操作 除了制造暴力事件 他们在撤凡和收买 新疆地方官员方面的劣迹 更是让人震惊不已 被中国官方称为两面人和内鬼的官员 大部分都与中情局的撤凡和收买无关 其中就包括中共新疆政法委 原副书记希尔扎提 新疆教育厅原厅长 沙塔 希尔扎提是吴尔族人 他1966年6月出生 1988年西北政法学院法律专业毕业并参加工作 1994年5月他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大学水利 以党员的身份做掩护的他 利用中国优待少数民族的民族政策 在仕途上可谓是贫布清云一方分顺 在大学毕业直到被抓捕 他一直是充分得意步步高升 在他担任新疆墨浴县公安局局长期间 他被中情局盯上几个回合下来以后 他很快缴械投降 在中情局特工的指引下 2001年3月中旬 希尔扎提主动联系 被中国官方定性为山谷势力的东乙运 并给在埃及的东乙运组织运送去了 1000多万元的经费 2013年 东乙运号召维吾尔族学生 参加首位的圣诈培训班 希尔扎提的手下都是江独分子 将60余名14岁至18岁的维吾尔族青少年 送至土耳其 澳大利亚和德国等过 进行一时洗脑和恐怖课程培训 后来这些人基本上都遣回新疆 也正是这些人 手上沾满了新疆人民和驻疆解放军的心血 希尔扎提 后来申论至新疆自治区政法委书记 直接领导整个新疆的反恐 他内外勾结里通外国上下串联 不断地提供大量的军事政治情报给美国的中情局 使得整个新疆的反恐大业毫无保留 毫无遮拦地大霸于美国中情局和江独势力 直至2018年9月东川事发被逮捕 他主政的地区是恐怖活动最为猖獗的地区 暴恐分子屡打不尽暴恐案件 吃其逼服 整个新疆地区的反恐呈现了暴涨的态势 摁下葫芦 漂又凸起来 充分不尽死灰腐烂 反恐割掉了一茬又冒一茬 前脚抓捕了一批人 不久又来了一批人 2015年西尔扎提竟然利用公务出境的机会 两次秘密的会晤 僵独组织骨干和美中情局官员 透露新疆反恐情报信息 但是与西尔扎提相比 光致新疆教育厅长的沙陶尔 对官方治理新疆的危害就更大 自2002年级 在美国间谍的支持下 沙陶尔当任新疆教育厅厅长期间 他伙同当时的自治区教育厅副厅长 和新疆教育出版社社长 及该社的两名编辑 组成了民族犯罪集团 他们采用了满天过海的策略 在新疆中小学 维吾沃教材中 突然多次的加入 煽动民族压迫 种族灭绝的内容 令人惊讶的是 政治问题教材的使用时间 前后竟然长达13年 也就是在这13年的期间 竟然没有任何人发现 更没有人提出质疑 沙陶尔在狱中坦承 早在1993年的时候 他就被美国宗情局 一名叫爱里斯的间谍所收买 他的所有活动 都是在美国的遥控下进行的 这些活动几乎都离不开 制造新疆新的烧乱 例如臭名昭著的乌鲁木齐七五事件 一部分的参与者 都是他们培养出来的学生 或者是沙陶尔忠实的粉丝 沙陶尔主导编撰的问题教材 能够倘而缓之地进入校园 进入课堂多年 这不得不说 这形式了新疆宣传部门 对违与教材的审核体制 出现了重大的体制漏洞 同时更为严重的是 这也反映了新疆干部队伍的管理 存在着巨大的缺陷 他虽然位居教育厅长的外执 但他只是教育厅内部的党主副书记 并不是真正的一把手 但是层层审核步步把关 却还是出现了这样恶劣的 僵独教材事件 这不得不引人深思 乌克佛人追求僵独 并且早已成为 美国人间谍的西尔扎提和沙塔尔 长期潜伏在体制内 不知道没有人被发现 相反却在体制 他们混的是鲁鱼得水 然后晶云直上 成为了首恶大权的政厅级干部 这充分显示 在审拔和管理少数民族干部方面 我们的确存在着不少的漏洞 有的漏洞甚至是非常巨大 在这些漏洞下 西尔扎提 沙塔尔 这样的两面人和间谍分子 恐怕绝会是极其个别的案例 长期以来 中国官方处于维护 民族团结形象的需要 很少公开地揭露 少数民族干部的政治问题 此次抓捕并且审判的间谍分子 只是冰山的一角 但是他们由此所引发的社会震撼 确实极其的强烈 所以抓内奸 清除间谍分子 是非常有必要的 因为任何一个法治的社会 搞暴动 制造分裂都是不被允许的 务必先服也 而后重申之 人必先遗也 而后缠入之 其实新疆问题的根子 还是在精英阶层 底层的百姓 其实大部分都是跟着走的 所以对精英层的治理 是非常重要的 只有抓住了问题的症结 才能够彻底的解决问题 新疆问题最核心的问题 是敌我矛盾问题 是分裂国家的问题 把敌我矛盾 当成人民内部矛盾来处理 这是我们很久一段时间以来 在治理新疆问题上 出现的重大失误的根本原因 毛主席说 政治路线确定之后 剩下的决定性因素 就是干部的问题 毛主席还说 没有落后的群众 只有落后的管理 最后要特别感谢那些 奋战在一线的公安感情 正是因为 由你们冒着生命的危险 和恐怖分子作斗争 才让我们老百姓 能够享有一份 和平安定的生活 感谢你们 为我们重负重前行 把危险 担在了我们的生活之外 谢谢所有奋斗在反恐工作上的 警察和军人们 和平安定的大环境 并非是天经地义 安稳的表象之下 暗流依旧远动 更由境外势力护视单单 谢谢由你们守护着我们的祖国 谢谢你们守护了中国人民的生活 是你们的经历 让我们真正的意识到 国泰民安这个词 背后的分量是何其之重 愿新疆安好 愿世界和平 愿我们的孩子能够继续 在和平安定的大环境下 健康快乐地成长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